日本的消息关心的是云角生活107系列特展插画展 这期九九十六个在嘉义文化集会所来的电视 主题是母汉网上在跟前 作品以旅行生活为专业的资料 透过新的时间 为此就请问想象力的生活告诉 比较于台湾小学院的自由社会和新年少 收到在嘉义开店 它在比较后算得去美国建设上嘉义的社会 透过食材生命刷掉丰富 既成应有个成本創作立的威威风格 让观众者亲切感受到成本机会 收成立的土地故事和生活完授 另外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 Ricardo Nunes Suarez 这是在台湾首都版店 作品就是MV美威宅 比较幽龙 卫风 地形丁温 有温暖 离幽队的规触感 以中录像经历 天线在作品当中 把世界风景担心加义 他们夫妻用旅行的方式到台湾来首站 就到阿里山去 去观察我们的二十四节气 把这个阿里山把它画出来 我觉得时间太短了 还不够把嘉义整个画出来 但是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插画家的观察力真的很强 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都看出来了 尤其是现在很多政治观察家 也是常常会用这种插画 把很多绝妙的政治关系把它画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得到大家这个大众的共鸣 所以我觉得这种很容易在我们现在的大众社会里面得到共鸣 希望大家能来看一看 多接触我们现在这种插画 八月二十五号在这个文化集会所 我们两位插画家也会在现场协助我们的亲子一起来画画 一起来画画 另外管说 关乡两位老公子没同插画家的描造 如同外图越有色 他领导大家很高兴的时间来顺帅生活的意义 两位其实跟围着这次的电线 特别走向阿里山为何多消费者 沿途所看到的风景 这边的风景完全不同 听现出阿里山的豆丸面猫 星星新闻 中来星 嘉义官 彩虹报道